每次回到台湾 我都会发现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 变得更强健 更深厚 也更有活力 时隔三年多 在美国带台协会再次见到古力言 这次身份变成AIT处长 上任后首场记者会 开场致辞秀中文 也透露未来运作的目标 以下三个核心要务 任性 安全和连结 很期待于来总统 立法院和台湾各政党的领袖合作 一同推动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 台美关系再向前 需要跨党派共同努力 只不过国会第三大党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先前因陷入五大案争议 请假三个月 不只震惊国内政坛 更传出美方有出面关切 敏感议题话说的保守 而对于柯文哲原本规划 九月底启程的美国型临时喊咖 AIT也强调 没收到相关的资讯 而外传谷利盐上任后 原定八月要跟柯文哲见面 也因为弊案争议而搁置 台风稳健有问必答 过去就曾派驻中台日飞 对印太地区熟悉程度不在话下 这回第三度派驻台湾 谷利盐身份再上层楼 接起台美沟通桥梁重担 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华视新闻张震 张震杰SNG小组特别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